古朗月行 李白 小时不识月 枯作白玉盘 又宜摇台镜 飞在青云端 小时不识月 小时不识月 枯作白玉盘 又宜摇台镜 飞在青云端 小朋友 你知道月亮的模样吗 这首诗是写诗人小时候 对月亮的一种很天真的认识 他说小的时候不认识月亮 把白玉盘称作是月亮 又猜想是仙公的明镜 飞到空中挂在彩云之间